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今天咱们夜谭来了 哎呦真是从上海大驾光临 现在听说很多地方政府 都喜欢请你们经济学家去喝酒去 是吧 对主要去夜谭 老马也经常去蹭 老马好像振兴西部主要是靠老马 对先别说西部了 我跟你们说说最近京城有谣传 不是可能是真的 说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房地产不大家都观望吗 但是说最近北京几个大盘 豪盘呢 说是京县上亿的买单 然后呢 说有五六组人买在不同楼盘呢 一下单就是上亿 而且都是当场签约的甚至是 而且他们之间的重合率 就这个人的这个重合率 和买房子的性质 面积的重合率 八成 80% 就五六组这个人 什么人呢 所以现在坊间传言 鄂尔多斯的资金 抄底京城楼市 见到这标题了吗 其中有一人 我见着了 没有 真的 不是 我说我最近有幸确实是见识了一位 鄂尔多斯的富豪 美老板 不过还是咱们马博士 夜谭去过鄂尔多斯吗 我每次要去每次都没有成功 他每次要去每次都去了 我今年去了三次 每一次的感觉不一样 每次见到的事也不一样 三月份我去我家房价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都相信 这个房价永远会往上涨 因为他们的GDP很高 有钱 要没吐气 最近自杀了 自杀了一个鄂尔多斯 所以第二次去的时候 已经予以少部分人认为 鄂尔多斯的房价恐怕撑不住 第三次去的时候 十月份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 恐怕要出危险 所以我去的都是鄂尔多斯 不是三个地方 但是每一次去 感觉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想 因为我算过账 鄂尔多斯的同志们 跟我商去过很多回 但是账就在那放着 按照鄂尔多斯现在的人口 跟鄂尔多斯现在的房子 每个人十套房子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没有过 我没见第二个城市 有这样的人均占有房子比例 所以他杀到京城了以后 这个消息我是不信的 为什么 北京的限购政策没有放松 怎么能够随便这么卖 所以我想问问北京住建委 你们怎么管限购政策的 让鄂尔多斯的钱进来了 如果不是真的 好 如果是真的的话 真的给问责了 我们限购还没有放松 怎么重割率还这么高 北京的限购政策是没有放松 但最近我也做了个调查 我前段时间我到几个城市 我都去问 现场做调查的时候 你问有多少人还想买房子 大概举手的零零星星 就是这四五个 差不多 很少很少 对对对 但是你要说 我真的跑到那些楼盘里边去 我说我最近差点给忽悠 他说那个楼盘 说降价降三分之一 不是最近有吗 降三分之一 然后跑过去一看 他说你看我在楼盘好吧 特别便宜吧 特别好吧 但是你一看那个楼盘 一定是那个楼盘里边最差的那套房子 就是黑灯瞎火的 根本就看不到 只有这样房子才降价 你想北京是哪儿降 很明显的 什么通州啊 对不对 什么仓平啊 这种地方 你三环之内 你让他降降看 我是不信 如果是三环之内降的话 很多人憋着抄底的人 早就拿钱出来 早就沙崩过去了 包括最近上海也是一样 所以在这方面我跟老马恐怕有点 对不是太统一 有分歧 他跟你不但不同一 我看他整天在微博上跟任志强也过不去 也不是跟他过不去 我想我一直讲在消毒 在消人之下 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 你是把任志强当病毒了 不是 因为他的很多言论 我认为可能对大家有误的 包括对开发商有误的 事实上我们这一次宏观调控 我倒不认为价格会怎么变化 关键是心态会怎么变化 人们对房子的认识 对房价的认识 会不会回到一个理性 那么如果说 我们这次调控最后价格下来了 但是抄底的又来了 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对房价的认识 还是没有逆转 这个预期仍然没有逆转 没有逆转的话意味着这次怎么下来 仍然会怎么上去 所以如果任志强讲说这个房子永远会涨 我记得10年的时候刚刚调控的时候 他讲调控没用 粉丝挖口 当调控今年见效的时候 他又讲你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到最后K市降价的时候 他又说 反正不是我先死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认识 房地产市场的话语权 需要整理 不能说这个开发商在那儿就说 应该有很多人 大家都来说都来逆转 那么如果说话语权比较充足的话 比较充足 我想我们这个市场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市场 那叶潭你跟他意见不同 但你跟任志强相同吗 也不是太一样 他这个老马说我是 他支持你 是吗 是他喜欢你 很喜欢你 不是老马说我是奇强派 但是我说我上次还在说 有个人跟我告张说马光爷在说你 我说他说我什么的 他说因为我不太上微博 他说他在微博上说 你说你是个奇 不我不太上 他说你是个奇强派 我后来我说这个墙我还骑定了 我必须要骑这个墙 不骑墙就让这个 不管是任志强也好 马光爷也好 这两个极端派就把中国带沟里去了 那墙在哪呢 你跟我说说 墙就是现在就很明显的 第一个你不调是不提醒的 对不对 肯定得调下来 鸟子气下不好 要要恶然的话 这个市场就完蛋了 但是如果是下跌 很多人都在说下跌50% 下跌30% 全国均价平均价额 你同比价格下跌30% 你试试看 我跟你说 这时候任志强说的是对的 就不是说这个开发商先死 还是谁先死问题 地方政府的财政一定死掉了 这个银行坏账一定出来了 不要告诉我银行没坏账 然后很多问题肯定暴露出来了 你说现在鄂尔多斯那些地方之所以还撑着 温州还撑着 主要还是因为此前有点收入 它的预期还没有彻底变坏 如果它真的变坏 我上次到杭州下沙区看到拉出一幅标语 是什么标语稳定都保不了 看到一幅标语是什么还我血汗钱 因为它是杭州郊区 是大跌 然后我就看到楼盘在那拉 如果说你说平均全都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想一下是个什么样情况 你刚才讲 最近我看内蒙爱自杀 就是我最近了解看这节目 包头自焚了一个 对 一个 高利贷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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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欠借多少个亿 对吧 然后这个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也死 后来人们就想不通 说你鄂尔多斯人那么有钱 对吧 你何必去走死路呢 后来他们讲 我就去过一次鄂尔多斯 当地人跟我讲 你看当地人当时就这么夸富 因为榆林野出富豪 当地人给我这么分析 说为什么我们这的人夸富 说榆林那边 他们还是山西的地界 他们还是农民居多 农民有了钱 也是难免精打细算 他说你要知道 我们这是牧民 牧民当年就是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根本不存钱 一发了财 所以花钱有猴气 我就记得这么讲 说我们这叫羊眉土气 羊眉土气 但是你像这个鄂尔多斯 这为什么就死 他们就说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他这个钱是不是有点像温州 都是熟人亲戚朋友 是的 他比温州厉害 我最近一直在强化一个判断 是温州没问题 焦点会在鄂尔多斯 到年底的时候焦点 肯定会转到鄂尔多斯 为什么 我6月份我去鄂尔多斯的时候 当地的高利贷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情况 多少 就是他们告诉我 爸爸要向儿子借钱的话 对不起老爸高利贷 我们俩必须走高利贷的形式 也就是说当时在那个地方 已经没有任何不要利息的成本 但是我们知道温州那个地方 产生民间借贷 产生高利贷本身 它有一个很悠长的历史 它多年的幸运文化 所以这次我到温州去以后 温州的那个中小企业协护照 周德文就身无痛绝的给我讲 这些跑路的最根本的 是把温州的幸运文化破坏了 不是说他们还不了钱 现在也一样都一样 那个鄂尔多斯那边 你情况了解一点 你看像江苏也好 浙江也好 现在借高利贷都还不出来的 为什么 你后来去清藏的时候 你发觉是一个什么样情况 三大姑八大姨 然后都是什么小舅子 全是这种亲戚关系 然后你是上家 我是下家 然后你要到他们家去清藏 你发觉他们家 也只剩下一张床了 对 而且什么呢 你说这个 尔多斯那个地方 从来没有那种信用文化的 对 也没那个产业 就是刚才我们讲 他有喝酒的文化 有吃肉的文化 但是没有信用 没有还钱的文化 没有信用文化 因为高利贷这个东西有个最大特点 它必须是一个熟人社会 你这个列条绝对不能延伸的太长 一长的话肯定出问题 尔多斯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不会玩那种高利贷 到一个什么程度 列条非常长 所以我在八月份去的时候 四十岁年初的时候 尔多斯的警方 已经呆了好几个人了 就是不还钱 但是这些东西 因为是小外卫嘛 小外卫他就压着 到八月份的时候 大家说起这个事之后 已经非常害怕 那么到温州出事以后 我首先想到的是尔多斯 我说尔多斯怎么办 温州可以自由 为什么呢 温州有企业 你别看现在讲说 企业不做什么那个实业了 做实业的企业还是非常多的 有文化 有基地 尔多斯有什么 只能跑 我们看到之后到最后之后 你可能在温州 你可以找到你还钱的那个人 也就是说 这个列条本身的最后一个人 你是认识的 但到尔多斯他不认识 他以为跟非法机制一样 大家搞到一块来 七姑八姨也好 八辈子也不认识的也好 全搞到这个链上来 那肯定会出问题 牧民了 骑着马就跑了 对 对 咱们提前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说我也有幸见到了 鄂尔多斯的富豪 美老板 在我的朋友的家里 你知道吗 我觉得其实很可爱 大家说什么没老板 就像你在内蒙 我常见的那种 纯朴的夫妻 热情直爽直帅 当然因为毕竟是发了 所以有点气冲斗牛 也有点 他是为什么 他在那发牢骚 他刚干了件什么事 他跑到拍卖会上 创了个记录 反正是上亿的钱 买了一张古画 可是是在我朋友帮忙下帮他看 他就认准我这个朋友 是真心帮他长眼的 所以就要跟我这朋友交朋友 但是在那发牢骚 说你们这个圈子太复杂了 我到底听谁的 这个说应该买这个 这个说应该买这个 后来我这个朋友讲 说你既然花这么多的钱 去买一个画 那么你总应该做功课 就是你要有点学习 你这有点鉴别能力 他说这个太烦了 他说在我们那儿 我做梅老板 他说我这个人做生意是这样的 就你刚才讲的这个信 他说我第一次就信你 好 如果你骗了我没关系 咱们没下次 我就是这么看人的 我说你是去买画 还是去看人的 他到那儿 因为他自己没有基础 你知道吗 后来我的朋友讲了 说你这个梅老板 你就跳进了鲨鱼池 就说北京的文物市场 这个人过来跟你说 你要买这个 你买了这人没准到那边 就要要钱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怎么可以完全不研究 但是他老婆他太太就说 他进了拍卖会 他就跟小孩似的 看见别人举 那就去能随便去吗 然后这说一把手说话 不管用了 夫妻俩很有意思 对 但是你看通过这个观察 你能领略到他很多特点 你想他是以前是跟美打交道的 现在好吗 跟一帮鳄鱼打交道 你首先会探测 就是说他手头看来是有大把的钱 大把的钱 他们要买房子 或者进入艺术品市场 是不是他们都急带出去 但是你又说他现在什么资金链 什么断了 这个资金链断指的是什么 就是大量的那种投资于房地产的 我们现在就是谈到尔尔多斯有钱的话 他肯定是有钱 当然这个有钱并不见得说有钱会去办好事 因为我在尔尔多斯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界障 就在他的所谓的鬼城康巴市到他的老城东盛去直接 我在路过的时候这两个城市直接想个38公里 38公里你想是一个沙漠城市 那么38公里你一路可能什么也看不见 我在这个中间我看到在打桩 那个地方打桩挖地级 差不多是19公里啊 恰好中间那个地带 我说在干什么 他是在建保障型住房 我就非常奇怪你说 钱不着从后不着地 连一个电线杆都没有的地方 在建保障型住房 对吧那个地方不缺地的 对所以钱有财政收入也有 而且每一个人我们知道现在他的人均GDP 超过20万 所以不赔出有很多人有钱 但是他们的钱绝对不是重测用来炒尔多斯的房子 他是炒全国的房子 炒全国的这个字画 到盘建园去 他说的也是你 就是我这个美老板朋友 就是也是他跟我讲 他说现在我们厄尔多斯那边那个房房地产 他说不行了 他们自己 他就说的你刚才讲的 他说每一个人已经平均10套房子了 所以我知他这数字是对的 但是这个厄尔多斯的房子还不会崩溃 要崩溃是温州先崩溃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温州刚才老马说有很多的企业 没错 但是你知道今年温州企业日子有多难过 所有做实体企业的基本上能盈利的 凤毛领角非常少 虽然当地不承认了 但我看到情况从去年下半年就这样 所以他现在在抛售房产 他为什么抛售房产呢 他去挽救他的企业或者是做移民 去做这种 最近我在报上看点不是说温州炒楼团就开始割架 抛了吗 对开始抛售了 他很多我谈温州炒楼团不是说在温州炒 他是对全国炒 他抛也是抛全国的 我这一次去我这一次去温州 我以前去温州以前我对温州的感觉跟业 他是一样的 但是我去了以后因为我接触的主要是企业家 就是这些做实业的去干什么去调研 就是我去看看这些小企业究竟活得怎么样 但事实上我发现那些真正的安心做企业的做实业的 其实活得都很好 就他们告诉我 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利用是3%或者5% 他们很多比如说做鞋子的 我跟一个做鞋子的 跟一个做烟斗的 跟一个做宝石的 跟这三个企业我聊得最爽 然后他们告诉我 他们最担心的倒不是说现在没利用 比如说他们生产线绝对是开足马力在弄 利用也有百分之十 最担心的是明年招不上工 他们招工每年肯过来 但是利用还是有 那个跑路的那胡复林 为什么跑路了 为什么 不是说他的眼镜昧不出去 他的眼镜昧得很好 明年的订单都没了 就是这个眼镜做下利用也在百分之十几 他干什么去了 他比地方政府忽悠着去转型了 转型干什么去了 做高新技术产业 什么光伏产业 光伏产业是个砸钱的 他有多少钱 那个库朗也填不满 最后一方面我们看到胡复林的眼镜 做得非常好 供不应求 另一方面你做多少眼镜 你也填不满光伏产业 那个窟窿 窟窿 最后只好跑到美国去了 这个 这夜谭不同意 不对 因为我跟企业接触还是比较多的 你当你问他说 你的企业怎么样 他都会说我过得还不错 我过得还不错 隔壁过得不好 我过得不错 一般来说 你不管是论坛 只要是公开场合 他一定是这样 因为他一定 微服私房 私房 你不是康熙 找温州老板说私房话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叶潭你讲讲温州 他们只要是公开场合一般都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 其实倒不是说他们撒谎 而是说我如果说我这个企业不好 盈利很差 B站了马上就来了 银行马上就来了 你明年的信贷还要不要 然后是你家里还有几套房子 要不要出手了 所有的一系列的东西都来了 所以他一定会说我们整个行业不好 隔壁不好 我是很好的 我完全没有问题 我听到的都是这样子 温州还不错 是的 温州不好 温州还不错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那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 如果他情况真的很好 我听到情况是这样子 只要你是出口型企业 他都情况 他不是没订单 这个倒是说的对 他不是没订单 他不敢接 他不敢接 他就订单很多 他订单可以接到2014年 他接了订单以后 如果明年招不到人的话 他会出问题 然后人们必须 第二个赚不到钱 对 然后他你比如他去跟沃尔玛谈价格 你要涨个几分钱都很难的 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然后他这原材料成本又在上升 你说莫不成中国真的进入到那种时代了 你比方说我上伦敦 我就已经看到这干体力活的 基本上都不是本地人了 都是外国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来的人 甚至包括很多迪士司机 你一听他那英语 哪伦敦音 杰克音 都是东欧那边的 就包括酒店里给你叠被子的 就打扫房间的 这已经就是完全是好像没有本地的英语了 就是难道说中国我们中国早就这样了 中国早就是第三世界服务第一世界 我那个终点工最近是跟我辞行了 就不是也不是辞行 他说他忙的接不过来活了 他说太多家我去做 我没法到你这做 我找不着个终点工打扫卫生的 我告诉你一个例子 今年长得非常快 我告诉你一个例子真实的 上次我跟一个小老板谈他开饭店的 我说你以前他说他招不到工 他说以前女工 他说我只要18岁到22岁的 最年轻最漂亮 干活最好的最麻利的那个年龄断了 他说后来我就放宽了 放宽到28岁30岁以前 现在他说我放宽到40岁我都招不到 基本上跟我们招空姐是一个顺序 招一个好的特别困难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 我们真得看比如说这个家政市场 你是从家政市场 你还是看出我们经济似乎在发展 为什么呢 现在要价越来越高 你比如说你找一个月少得七八千了 找一个保姆你给2000块钱 你找的真是老大妈不是保姆 你服务他他服务你 你都搞不清楚 你说最近很为这个事情烦恼 所以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经济发展很好 这个劳动力市场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明年 如果我们判断我们经济真的好不好 就可以看一下劳动力市场 是不是会出现民工慌 如果出现民工慌的话说明还好 那么如果不出现民工慌的话 那真的要出到清 民工慌反而反映国家经济好 在发展 起码企业的生产线没有停 就是失业率很低 那八条生产线没有到印度招工吗 对 还要到印度招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如果说明年农民工都找不到工作了 还有好